在11月3日大選之前 我想我們都沒有辦法 經常都要講著美國的選情 因為這個對於全球 現在經常都講全球化、一體化 我們都要講一講 因為特朗普和拜登的選情 每個星期都有些新的東西 尤其是大家講這個十月驚奇 最新的驚奇就是紐約郵報 就登了一則新聞 就說拜登的耳朵這個亨特·拜登 就跟烏克蘭和中國都有一些內幕 講完之後其實很奇怪 在美國當然了 那些人就說Twitter和Facebook 就不准轉貼這個Post 就不給Tag 但其實就算有些人最初猜 你不讓他講 其實那些人就更加會講得多 但是我自己觀察其實很多的討論區 新聞網站 Twitter 其實這件事好像在美國的 起碼我自己從一個外人的角度去看 我很知道他們的看法 但是真的不是炒得很熱 你看他的新聞 無論是Fox News 或者ABC 你覺得美國有沒有言論自由 你覺得呢 我覺得就是 他的言論自由一定比中國多 但是問題就是 所有言論自由都是偏頗的 他根本上一定是自己稱先一點的 整件事你會看到 美國所有報道所有的東西 都本身已經有了先的立場 如果你是民主黨的話 那當然是 就回他們的東西 因為他們主要控制傳媒的 所以特朗普才要在社交媒體打 因為你實際上 不能在傳統傳媒打民主黨 其實特朗普每天推出的Twitter的Post 我計算過一天二十個就很等閒 Twitter自己的總裁也有出來說過 其實這次這個New York Post事件 做得不理想 但是你自己看 其實Hunter Biden這件事 對他的選情有沒有影響呢 很難說你多多少少都會有些影響的 但是相信這一種貪腐 在他們來講 在美國來講 大家都不會很注重 不會很注重的 我想如果你說收穫克蘭錢的狀況 應該大不過特朗普門稅 因為門稅是很接近民眾的 而收穫克蘭錢是很遠的 而且就是你自己和兒子 所以拜登對這個影響就不太大 就是你應該說拜登最嚴重的 因為很多保守的人就是為他咸出手 就是那些東西就比較 反而是比較嚴重一些 就是那些咸濕的東西就比較會大問題 不過其實現在我覺得數據有幾奇怪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看回不同的數據 其實特朗普連任到 都一定破一些的數據 首先他在一個民調裏面 那些人問一下 就是說你今天的生活 你覺得比四年前是否好了 這個有超過四成的人說好了 奧巴馬只有三成多而已 但奧巴馬或者之前的喬治布殊 都是差不多的 都比這次特朗普有46%的 但是那兩個其實都連任到的 喬治布殊和奧巴馬 那如果這次特朗普連任不到 基本上就破了這個紀錄 因為他這麼高的 就是民眾的自我感覺良好率這麼高 但是都連任不到 這樣說 沒有這個疫情 特朗普是十拿九溫連任的 是 現在問題是最主要是連疫情 如果不是連任差不多了 現在疫情打到他趴街而已 是的 那剛才就說了一個方面的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又怎樣 剛剛相反了 因為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如果這次特朗普連任到的話 那其實也是第一次 在這麼多不同的民調裏面 給對手超前十至十七個百分點的情況下 他都能夠連任到 那對於那些民調來說 其實基本上就已經 是說這些民調全部都沒有用了 那你究竟你覺得 信哪一邊呢 首先呢 我們知道這個因果關係 這個是一個比較哲學性的問題 一個因果關係是說correlation而已 我們知道他贏了 但是我們解釋他贏了 就是一個事後的解釋 實際上特朗普究竟贏的那些是否因為那個原因 是不知道的 就是我們事後找出來的原因 就是假如股票升了 然後我們找到原因就升了 就是是一些事後解釋來的 那究竟是不是那些原因呢 我們都是端估而已 而且上次的原因 而這些統計學的原因呢 而這些統計學的原因呢 全部到最後是不一定會重複的 不一定會重複的 所以我覺得那些解釋 都只不過是 就是記錄是用來被打破的 所有記錄被打破 而且因為中間你現在 可能你說不是代表不行 就是說連戰宋楚瑜 輸了給陳水扁 不是民調不行 不是民調不行 是因為中了槍而已 那你就是代表那些人中了槍 不行啊 還是因為事件不行 所以到最後 可能特朗普到時候不行 誰就行 是因為突然有發生的事件 所以你到最後是一個解釋性的問題 一個因果關係的解釋性的問題 那就是說 你說 其實我是中了的 上次我倒了 陳水扁 我倒了連志送出來的 誰知道會出現一顆子彈 但問題實際上真的出現了一顆子彈 所以到最後這些事件 就是一個事後解釋的問題 其實另外一個數據 我覺得都可以拿出來說的 就是美國人對於選舉裡面 其實他們最關心的都是經濟的 第一位長期 This is economy stupid 是的 由基本上由半年前到現在 就算你說中國有疫情也好 或者其他的軍事 其他的各樣因素 都不及飯碗的因素 那這件事 其實你覺得對特朗普來說 最後有利還是沒有利呢 沒有利 因為現在很多人已經失了業 很明顯 就是說 選舉就不一定完全為了飯碗的因素 如果為了飯碗的因素 我看到那時候韓國瑜去選的時候 高雄市長 韓國瑜大勝 陳其邁 第一次選 大勝 那個人的訪問 我很記得他說 我支持民進黨支持了20年 我其實一直都是不顧飯碗的支持他的 但現在真的頂不住了 所以我才會支持韓國瑜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那個人因為沒有飯碗 可以踢掉飯碗 然後是20年的 那個人為了政戰而去選 而去選民進黨 他是可以選 但現在真的頂不住了 那個狀況就是 其實飯碗是只是一個原因 但如果你是以飯碗來做 一個平衡標準的話 現在這麼多人失業的話 因為這些在美國 如果你不是政治掛稅 如果是政治掛稅就不一樣 那些黑白問題 你到了一計飯碗的話 是很明顯的 即是說 我不管你怎樣 特朗普來了之後 我們生活過得好 你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但問題是 如果牽涉到飯碗就不是了 牽涉到飯碗就是現在生活 現在這樣這個刻 突然間這幾個月就收費比較差了 而特朗普的運動不住 他漸漸 因為時間太長 如果其實他在頭六個月 他可以賴中國 他賴所有人 但賴到今天就很難賴 就是這樣 賴到今天 因為時間太長 那你今個禮拜 有沒有修正你的這個預測 你上個禮拜 我記得你預測特朗普贏 我不是特別收拾預測 因為現在買的 其實都是等於扔票給我 不如等最後幾天的時候 才想到未遲 好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